这一期的问题是三元九运对一间房屋是否有影响 好,那我们要知道三元九运是否对一间房子有影响 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三元九运 三元九运呢,它其实呢就是三元是什么呢 三元是六十年等于一元,也就是六十夹子 OK,等于一元 那九运是什么呢 九运就是三个三元加起来一百八十 这时候出于九 每一个运二十年,总共有九个运达到一百八十年 这就是所谓的三元九运 它是用来干嘛呢 它是用来计算天地的一个气运 OK,一种算法 好,三元九运呢,基本上呢 它也用于这个风水学 也因此呢,经常学风水的朋友呢 会把三元九运给带进来 再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风水 这个屋仔 它在于每一个运当中呢 它的这个吉凶程度是如何的 那么好 应该要怎么用呢 应该要怎么看呢 那这时候这个是关键 还没讲到这一点之前呢 我们先来理清楚一些概念吧 免得一些所谓的妙论 或者是那个误区的一个产生 那你要了解到这个三元九运 如何能够运用在这风水呢 这时候你必须要清楚 一个这个所谓的原则 古人告诉我们 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OK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任何那个所谓在天成像 所谓的像就是气象 形成的那个所谓状态 它就会复制在这个地 所谓这个大地呢 就跟着天 所谓与这个天呢 一呼一应 而这时候大地将会把这所谓的气的状态呢 把它复于地 把它成形 呈现出来 这时候呢 这个呼应呢 之间呢 就导致一个太极 这个太极呢 就会形成一股气 而这股气呢 将会影响着这天地里面的 我们的这个人 所谓的天地人 三才 好 依着这个概念呢 所谓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呢 这时候 在任何这个运 所谓天运 三元九运 其实就是一股天的运 一股气运 OK 这时候呢 我们这地呢 大地怎么去符合这股 所谓天的运呢 这时候就要 必须要注意看地势 OK 在我们古代呢 研究风水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 坎玉学 严格来讲呢 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地理学 OK 坎玉 地理学 而这时候 讲到这地理学呢 它基本上呢 就带出了所谓的 龙 穴 沙 水 一种这样的格局的一个探讨 OK 我再重复 龙 穴 沙 水 那这个格局呢 是所谓这个概念呢 是用来探讨一种 这个风水的格局 龙是什么呢 龙就是那个所谓的山脉 那山脉的形成呢 所谓它的运行呢 就叫做龙 OK 它到了一个终结点的时候呢 它就会聚那个气 而这时候就形成了一股 所谓的这个叫做穴 一股这样的一个气 在这个穴当中 而这个沙是什么呢 沙基本上呢 就是那个所谓穴 周围的那个山巒 那这个我们有机会再来细说 水呢 就会跟着龙 就是 水是河流 可以是那个 就是我们称之为 就是那个龙的血 就会跟着龙一起运行 所谓的这个水 那可以是河流 可以是溪水等等的 好 讲到这个龙穴沙水呢 古人是用来干嘛呢 他就用来评估一个地 一个地理环境 它到底呢 有多适合人啊 或者是那个坟墓啊 那个所谓的用 当然人与坟墓 就分成了阳宅跟阴宅 那阴宅跟阳宅 全然不同的做法 OK 但基本上概念不变 所谓的龙啊 这个穴啊 这个沙水啊 基本上是存在 但是所谓活人 我们用的风水 阳宅风水 与这个往生的人 用的这个阴宅风水呢 做法呢 是完全是颠倒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探讨这个细节 关键是 三元九云 如何在这个地理方面呢 扮演着一个角色 这是我们接下来探讨的一个课题 好 那么呢 这三元九云呢 如何影响着我们的风水 那我先向大家交代一下 高楼 OK 住在高楼的朋友 这个三元九云 基本上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先讲 没有直接的关系 OK 他跟这个landed property的朋友 就是那个有地住宅的朋友呢 就有直接的关系 好 我来讲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能够带出那个所谓的气运 就是三元九云 这个气运的话呢 你必须要能够在一定的时候 也所谓的天 在天成像 对不对 所谓的气运的时候 地如何去呼应 而这时候你要看地 所谓的它的起伏在哪儿 那这起伏带出一种气 任何地如果说有一种起伏关系存在的话呢 这时候就带出这个地呢 它的气就比较活泼 而这时候就会影响到住在这里的这个居民 或者是这个人 那你要知道是否三元九云对一个屋子有没有影响 你必须要看说所谓的来龙从哪儿来 OK 当你知道说这个来龙从哪儿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好 现在我在行的这个运 到底我能不能够所谓的称到这个气 那三元九云是这样子 一运二十年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呢 在录制这个视频 这当儿呢 2021年 已经进入了八运的这个尾端 三元九云呢 是一日落书 这个书 落书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来配入后天的八卦 来形成所谓的这个气运的一个流动的探索 或者探讨 现在呢 这个所谓很多江湖的这个流传 就是说现在行着假设八运 就是说现在的运吧 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八运 它是东北的一个运 而这时候呢 住在高楼的朋友呢 你必须要在东北方开窗 要么你就要在东北方开门 要么有些朋友 你就必须要选择一个房子呢 所谓坐东北向西南的 或者有些朋友甚至奇怪 大家选择一个坐西南向东北的 那这等等等等的选择呢 都跟这个三元九云没有关系 好 我来讲解给大家听 我先讲一讲 这个没有关系的 我们先排掉一些所谓的一些妙论 一些误区 那之后我们再来讲说 它确确会怎么影响 那么如果住在高楼的朋友呢 记得 因为你是悬挂在半空中 空气的流动 对不对 它基本上没有所谓的三元九云的气流来 OK 你尽管可以向着东北方 每天那个空气都在流动 你怎么知道说 这个方向的气就是所谓的梗挂气呢 所谓的三元九云的这个 这个八云呢 对不对 这有点奇怪 有点幻想 所以基本上你往东北方开门也好 开窗也好 你并不会受到所谓的这个 八云的这个气 但是住在landed property的朋友呢 这时候你就会被这个八云给影响 梗挂方给影响 基本上你要注意看什么 东北方 OK 东北方是否有所谓的来龙 OK 如果有的话呢 这时候你的这个屋宅啊 或者这个地区的人啊 就能够趁着这个所谓东北方的气 也就是现在当下八云的气 而这时候对这个地区 或者对这一间房子 就会非常的激励 发展就会非常的顺利 那么住在高楼朋友这时候就讲说 啊那不公平 怎么只有那个landed property的朋友啊 你有这个好处 怎么我们没有呢 也不是说你完全没有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你不会单一的一个单位来享受这个气 你会以一个地区 大家在这地方享受的这个气 所以这个地区将会比较蓬勃 如果说现在八云 而是东北方来龙的话 OK 所以影响的是整个地区 告诉大家的是 住在高楼的朋友 OK 不用担心 你不会直接受这个八云的影响 你可以开东北方的窗 比如说现在八云 或者东北方的门 这样不会对你有任何 急凶的那个程度的那种 所谓的影响 而landed property的朋友呢 不管你门开在哪里 不管你坐什么像什么 你懂吗 一般风水不是我们讲说坐像 对不对 不管你坐什么像什么 只要你周围东北方 有这个来龙的话 你就能够撑到这个当下的这个急气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 三元九云 怎么影响这间屋宅呢 就要看来龙 OK 就要看地势 它不是看空气 明白吗 所以坐什么 挂 像什么挂 这些完全是没有关系 特别是住在高楼的朋友 要记得 好了 这一期 那希望说 刚才才这样一番解释呢 大家听得明白 听不明白的话 或者是有些哪里不懂的话 没关系 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有机会呢 我们再来扩充这个课题 让大家呢 能够来吸收多一点 那我还是要强调 在这里呢 分享的是 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个人的一个研究 跟其他门派呢 全然没有关系 OK 那么呢 希望说大家呢 把它当成一个参考 如果对你有用的话呢 就把它收进去 对你没用的话 你就听这里就出吧 OK 所以好 那希望说 这一期呢 对大家有帮助 下一期呢 我们再见 那就 See you guys Bye Bye